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EM算法的一个证明吧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再把之前的问题再给它概述一下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在本集当中包含了咱们M个图的样本 然后还有一个类别 咱们也有一个引变量Z 它是一个未知的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很难用咱们的一个最大三人估计进行一个参数求解 那现在我把我的一个要求解式的写成了这样一种数学表达形式 然后现在就是说 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求偏倒就可以了吧 然后现在落个后面 由于还有这样一个求和考虑到它的一个引变量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用我刚给大家讲的那种迭代的方法进行一个求解了 然后给大家证明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能用这种方法进行一个求解 相当于是我们EM算法的一个原理的一个推导了 那它是怎么去做的 在这里就是我们EM算法当中 正常情况下它是左边这个式子吧 然后呢我把左边的这个式子给它展开 展开完之后啊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 现在我多了一件什么 咱们现在就是把最外层啊 那个每一个样本我先给它去掉了 先不看对于所有样本来说 我现在就看对于某一个样本来说 然后呢里边好像什么 里边来说我把我的一个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上了一个东西 同时乘上了一个QZ 那这个QZ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会问的 既然你同时要乘这个东西 那它不就约掉了吗 你乘它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啊我乘上了一个QZ 相当于是Z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函数 那你乘上一个Z的分布函数 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啊 目的啊咱们要用一个东西叫做一个Jason不等式 也就是说啊我们EM算法啊 能够经营求解 主要啊是依赖于这样的一个Jason不等式 那为什么要同时乘分子分母 同时乘上一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啊说白了啊 我们要凑一个Jason不等式 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的一个Jason不等式啊 他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要做的就是说 比如说啊咱们这个F定域 它是一个定域啊 是史域上的一个函数 如果说啊对于所有的一个实数X 然后呢对于我的一个FX 它二阶导数 如果说它是一个大于0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它是一个2函数 这个啊咱们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咱们这个定义啊没有那么严格 其实啊还有咱们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凸函数啊 咱们因为这些东西啊 说起来比较枯燥啊 咱们就不再过多去说啊 咱们的一个凸函数的问题 说白了啊就是在结学当中 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凸函数 比如说我的一个X方啊 这就是Y等于X方 它就是这个凸函数 为什么 二阶导一阶导等于2S 二阶导等于2 二阶导它是横大于0的 所以说啊我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凸函数 那它是一个凸函数来说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 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式啊 不是有表达式 有这样一个不等式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就是右边这个式子啊 写的挺着嘴的 咱们先来说一下 对于左边来说 它是一个函数值的一个期望吧 那右边来说呢 它是先对X求期望 一个期望的函数值吧 那这个式子来说呀 它有什么啊 就是我对于函数值求期望 这个有前提啊 就是在凸函数的情况下 凸函数是一个大于等于 然后如果说它是一个凹函数 它就是一个小于等于 是有这样一个式子 对一个凸函数来说啊 对于函数值的期望 是大于等于期望的一个函数值的 然后呢 这个式子啊 可能刚听起来是 比较 像是要绕口令似的 咱们来画一个图像 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比较的 如果说啊 现在我的一个 这样一个F 它是一个凸函数 然后呢 我这个X啊 它是有一个概率可选的 然后呢 它是可以选A 也可以选B 0.5的概率啊 它是选到了A这个值 0.5的概率啊 它是选到了B这样一个值 那对于我这个X来说 我是不是说 这个X啊 它是一个0.5 它是一个选A的 然后呢 它有0.5是选B的 那因为我对这个X进行一个求期望 怎么求啊 那这个很简单吧 求A和B的一个期望 那说白了 就是一个0.5A 加上一个0. 就是一个 说白了 就是一个二分之啊 A加上B嘛 0.5A加上一个0.5B嘛 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这个值是什么 那这个值 它不就是A和B的一个中值吗 那这一点就是一个A和B的一个中值 我说它是一个EX 也就是说 我现在啊 对于我的一个X 求了一个期望啊 它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那我来看一下 就是我对于X求了一个期望 那它的函数值呢 这是我的一个函数值吧 我们来看 FEX在这儿啊 对于期望在求函数值 它是等于这个点 比如说它是一个C点 那我再看呢 我对函数值在求期望呢 函数值在求期望啊 我们来看 这有一个FA 这有一个FB 对于我的一个函数值 在求期望 相当于什么 函数值之中 函数值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吧 也就是是 FA加FB 在比上一个2嘛 那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吗 那对于啊 我当前这个位置来说 它是什么 它是我函数值 在求期望 EFX 那这里啊 咱们来看 假如说这个点是一个D点 那这个C点和这个D点相比 有一个永远成立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D 永远是大于等于C的 为什么 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吧 对于我的一个F啊 这样一个突然数来说 我有两个点 A和B 求它一个期望的一个函数值 是横小于求它函数值 再求一个期望的吧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Jason不等式啊 是有这样一个D 是永远大于等于我的一个C的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突函数啊 它自身有的一个性质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性质来说啊 它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啊 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式子啊 来进行一个证明了 那我们来看吧 就是Jason不等式啊 如果说刚才咱们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凸函数吧 凸函数情况下我们大于等于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凹函数呢 那这个方向就小于过来 那它不就是一个小于等于不就完事了吗 一个凹函数什么样 它就是这个样子嘛 这个样子其实它咱们这个一个球解 它不就完全反过来了吗 完全反过来啊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于等于了 那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为什么要乘上一个QZ啊 QZ是什么 QZ是等于Z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概率吧 等于Z的一个分布的概率 右边什么 右边是它实际的一个值吧 概率乘上一个值 那是什么 那不就是后面这个式子 它的一个期望吗 因为后面这个式子啊 就我们来看 它是跟Z的一个 就是跟Z的一个取的一个类别 是有关的吧 因为里面有小Z嘛 左边什么 左边这个是一个Z的一个分布的一个 就是分布的一个概率嘛 所以说啊 他俩求解完 概率乘上一个值 它不就是等于 又是一样式子的一个期望值吗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就要凑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啊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期望啊 我们就可以做一系列的化解了 假设说啊 现在我用这样一个大Y 来表示我右边上一个式子 那原式等于什么啊 原式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另外一种形式 左边什么啊 左边是一个概率 右边是一个值啊 我把它看 把这里都是用一个大Y来进行表示了 概率乘上一个值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我求它的一个期望了吧 来看所有的一个累加核 对于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来 那不就是它的一个期望吗 对于左边这个 咱们是不是也所有的一个条件 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来了 0.5的概率是A 0.5的概率是B 所以说我算了一个A和B啊 分别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呢 比如说0.5的概率是它的一个Y1 0.5的概率是Y2 再求它一个累加核 那这不就是求它的一个期望了吗 所以说啊 现在我把它的一个式子转换成了什么 转换成了一个logEY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先求了它的一个期望 再求它的一个函数值吧 也就是说啊 这个log相当于我的一个f嘛 先求期望 再求我的一个函数值 用我的一个Jason不等式啊 我现在把我的式子凑成了这种形式 logEY啊 先求期望 再求函数值 那我先求期望 再求函数值啊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不等式 就是 我先求期望 再求函数值 它是根据咱们刚才给大家 折得出来的那个Jason不等式啊 它是横大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这个突函数吧 正常情况下 它们就是一个凹函数 这是一个反过来了吧 就是我先求期望 再求函数值 是横大于等于 先求函数值 再求期望的 所以说在这里啊 先求期望 再求函数值 大于等于 先求函数值 再求它的一个期望吧 横大于等于 那右边这个式子啊 咱们来看 右边式子 我可不可以给它进行一个 变换啊 把右边式子怎么办呢 给它再展开啊 给它还原回去 里边什么 里边是一个py 再乘了一个logy吧 那我们刚才用y 是用右边这个式子来代替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再给它还原回去 就还是得到了 右边的这个式子 那 对于右边这个式子来说呀 我们再给它 把它进行一个完整展开吧 完整展开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的就是 一个 原来是什么 这个是我一开始求解出来的一个式子 样本啊 从i到m 然后右边是一个 我的一个加三人估计 在我加三人估计当中啊 取了一个对数 所以说是一个对数三人估计 又由于引入了引变量z 所以说在这里呢 又考虑到引变量的 没种可能性 把原式啊 写上这种形式 然后让它是干什么了 它是很大于等于 我右边的一个式子吧 咱们刚才啊 不是说 在我的一个log当中啊 哎呀 去有这样一个累加盒 很难求解吗 那现在通过我的一个 Jason不等式 变成了什么东西啊 把我就是对数里边 它有累加盒 给它提到了外面吧 提到了外面之后啊 我们就是好进行求解了吗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用Jason不等式啊 相当于得到了一个条件 我的一个原式 是横大于等于 我右边的一个式子 那既然原式是 横大于等于右边的式子 那如果说右边的式子 它能够我始终去求 它的一个最大值 那原式永远是 大于右边这个式子 那原式我们也 其实可以求出来 它的一个值是 往最大值去求解的吧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可以把 右边这个式子 相当于给它 当成是一个下界 由于这个下界 它是比较进行 一个求解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说 我可以优化 这样一个下界啊 来使得我的一个 三函数啊 最大不就可以了吗 也就是说 原来是要求 左边这个式子 现在呢 把求左边式子啊 转换了一下 转换成 求右边这个式子 右边这个式子 只要大了 左边这个式子 显然也要去大 因为它是横 大于等于的啊 要大于等于 我们这样 当前的一个下界道 好 好